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说的更加能表情 曲中有异 唱中有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有话要说 好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 我们又可以轻轻松松的 然后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嘉宾呢 畅谈他们的精彩生活 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也让我们听听他们说说 对人生 对社会 对时代的感想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艺术大师呢 来谈心 嗯 他从事的工作很特殊 可以说是用听的 但是又有视觉上的享受 而且人们常说他是灵魂人物 但又搞不懂他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在说的是乐团指挥 好 今天的主角呢 虽然29岁呢 才正式学习指挥 但是却在四年后呢 就成为第一位华人 夺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指挥大奖 后来呢也成为世界第一位 同时担任西方交响乐团 和华乐团音乐总监的人 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欢迎 2013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 兼指挥叶聪老师出场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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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是叫你总监 老师指挥 还是大师 我想老师或许可以 因为指挥的一部分工作 就是教学 教乐队如何歌唱 教合唱段如何歌唱 所以老师还不错 那你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称呼你的 他们呢 美国人就是first name 聪 聪 对了 我们就过去那边坐下来 慢慢地谈 对 好吧 要是啊 我们两个算是呢 也对音乐略知一二了 我本身呢 就完全搞不懂 到底啊 整个专业的这个指挥家 具体的工作的内容啊 范围呢 就包含了哪一些呢 他就是在台上 你指挥一个乐团也好 合唱团也好 管乐团也好 你是唯一不奏乐器的人 哇 这就很难了 你要把其他奏乐器的人 开心的人 不太开心的人 很不开心的人 全部弄在一起 把他emotion 激发出来 哇 还要住在一起 其实呢 还要爱表演啊 霉飞色舞啊 只是用身体来演戏 的一种行文艺术 叶老师指挥时的神态呢 真的是心情上面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起看一看 哇 你的脚也不经的这样子 不经的也是斗了一下 斗了主 但是没有垂胸 而且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您的那个面部表情 也是非常丰富的 老师65岁 那你脸上皱纹没有很多 你保养应该很好吧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 其实最重要的是 心理上的要调整得好 真的吗 昨天的事情就不要去想 不要后悔 明天的事情也不要 不要去想得太多 就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他 你在指挥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动作嘛 对了 对了 然后我想知道的是 这些动作哦 你是做给谁看的 是做给乐队看 同时呢 后面很多的这个粉丝也在看 所以你的动作又要准确 又要有感情 还要适当的美观点 虽然心理上很重要 音乐上重要 但是也是个视觉艺术 那些动作哦 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动作 它是不是一个 international的一个动作 就等于说每个乐团看到了 这个动作 他们就知道是什么来的 路章真聪明耶 我马上要把你收下来做徒弟了 真的吗 好 的确是有的 就像ABCD啊 全世界都懂 那么指挥呢 第一派下就 DOWN B 一定要下去的 第二派呢 一直叫Left 第三派呢 Right 第四派 Up DOWN Left Right Up 下 左 右 上 这个世界语言 我有一次到法国去指挥那个电台乐团 你知道法国人很顽固的 不肯讲英文 明明等几句讲方不懂 法语原来是世界语言 结果我啊 法语只会讲 一、二、三、四 就是一、二、三、四 但是呢 我手非常清楚 他们拿我没有办法 那今天老师也带了这个指挥棒来这边 对对对对 您刚才说路章有这个天分 他也可以拿个指挥棒跟你学吗 对啦 路章其实刚才笔画得有像有样的 哇哦 耶 哇 这就是我身品哦 第一次拿着 拿指挥棒 对 不要三个手指 模式棒 要这样拿 要这样拿 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定的魔法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当然紧张了 哎呀 不要紧张 这个是送用一点 所以手是这样子拿 您呢 我也可以拿吗 当然咯 可是说真的 女指挥家就比较少了 有的 也有的 有的 然后呢 下 左右 上 下 左右 上 下 左右 右 下 左右 老师在指挥我们的指挥耶 哈哈 这些还很妙的 船子 呀 对 你 对 这些还好妙的 嗯 你好像第一课已经学好了 所以不用指挥棒的手也可以 我们的人类的手本身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一个工具 要懂得怎么去用它 这个是总谱 对 这个总谱上密密麻麻的黄豆芽一大堆 黄豆芽 但是我们这个一个小节就这么多 我们要整个这样看过去 这个是弯八 弯八是这里 一小节是这个 所以你一眼要扫到底 所以你这个基本功要过硬 然后你不要最后一分钟去看是来不及的 你看我在台上指挥五分钟 我在家里五个小时时间就把研究这个谱 把这个谱要放在心里头 然后你的眼睛要啪 一眼扫过去 如果你有一个很快板的 在几秒钟的一个配置已经没有了 然后那些音符你全部要了如指掌 而且还要听得出 是谁做错音了 是在哪一部分 对 然后老师就会飘他一个眼神 对 在排组上就stop 你这个是太早还是太晚 你要讲出来 你不能说你错在哪里 要问 那么是太早还是太晚 还是太高还是太低等等 你要搞清楚 这个豆芽是什么颜色的 是大的还是小的 是中的 哎呀 然后吃豆芽的人是不是吃错了 那你是不是天生就是那种八面玲珑 然后什么都做到面面俱到的一个人 上了指挥台是被迫要这样 因为你工作的一个对象是人 那么那些人你要知道他 他是否合作 他是否准备了 他是否有越感 所以你要第一要有本事 一眼看过去知道 第二呢 知道如何来把那些 心情不是太好的人调整好 心情特别好的人调整到 跟其他合作在一起 因为他可能很急躁 那个当中无所谓的人 怎么把他弄得比较激动起来 所以这个跟经验有关系 但是也要细心 所以我经常去阅读很多不同的 关于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要懂得 老师觉得音乐应该大众化 所以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其实是因为音乐本身 就是从大众里头来的 你顾名思义音乐音乐 艺术艺术 其实你追回到那个山顶洞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音乐听 也没有什么乐团 山顶洞人感觉他有感有发 他开始就唱歌了 他要跺脚就变成舞蹈了 所以呢 这个音乐既然是这么来的 也要这么回去 如果哪一天我们音乐没有听众 没有观众 我看我也可以停止做音乐了 所以呢 音乐一定要跟大众结合 那老师也常有一些 快智人口的音乐会 非常受欢迎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小段 我看到很多人会很难想象啊 去看一个华乐团的表演啊 竟然可以听到 这个是非常熟悉的歌曲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那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2003年 2002年刚刚到新加坡华乐团了呢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曲目 的确是有很生动的东西 但是缺一样东西 嗯 就是流行音乐 很少 那么任何一个乐种 缺了这个 你只能站在 社会的一个角落 所以呢 我就花了很大的力量 来发展这么一个流行的音乐 嗯 那自从啊 你2002年呢 就是担任了 新加坡华乐团之后呢 你推动了许多 呃 华乐走入生活的一些项目 其中就包括了 2004年的 全民共乐 我们来看一看呢 那场浩大的场面 好浩大的一个场面哦 我现在还是不敢相信 当年我做了这么一个场面 你知道是在新建城的一个 国家体育馆里头 对 是 而且有总理等等 高级人士出席 对 呀 我们这个 你知道观众来了多少 两万七千 接近三万人在里头 呀 从很小的孩子 到阿公阿婆等等 那么我们还破了两项建立式记录 你知道吗 最大的打击乐团 四千五百多个打击乐手 啪啪啪 大打出手 四千五百个打击乐手 对 对 然后我们创了另外一个建立式记录 是三千八百多个人组成的 最大的华乐团 所以这个这个记录 这个整个的一个 那个演出呢 把我们的新加坡华乐团 新加坡华乐 就推上了一个世界的舞台 那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呢 要维持那样规模的一个乐团 到底它对我们呢 有什么含义呢 我觉得是新加坡呢 现在就是说 在世界上 从经济 从那个工业 从那个我们的制度 各方面都引以交 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 引以交的文化 新加坡人应该有 有自己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是讲话的声音 而是唱出来的声音 那么我们华乐团就起到了 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呢 是没有语言的一种音乐 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个 与这种音乐的语言呢 比真正的语言 更容易把各民族统一在一起 大家可以唱一个歌 那2002年老师 接受新加坡华乐团的 聘书的时候 您已经是成名国际的指挥家 而那个时候 华乐团才成立短短五年 所以还很嫩哦 当时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来到新加坡 接受这个工作的 就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新加坡华乐团 有几大特点 一大特点就是说 刚刚你讲了 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 可能底子很薄 但是底子薄的 虽然是弱点 又是优点 因为它包袱很轻 它可以轻装上阵 可以做一些改变 第二个 我看到新加坡的这个 这个精力能力很强 精管能力 这是很重要的 你一个artistic idea 再好 精管能力 拉拉踏踏的 那个很慢的 没有效率的 弄不上去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觉得新加坡这个小红点 你是西跟东 在一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跟我很合 因为我这个 经常半夜上厕所前 镜子一照 你是谁啊 我好像认不得自己 你到底是中国人 还不是美国人 好像又不大事 到底是什么地方人 就是我本身 也有各种因素在里头 对 我觉得我跟新加坡 好像蛮合的 所以我当时就 跟那个董事会主席 就说 我来试三年吧 就我一试试了十三年 对 可以说叶老师呢 是一个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拓荒者 那听说我们的叶老师呢 属虎的 诶 怎么你也打 连属虎也打听 哎呀 现在还不懂得了 是很多人 当时我唱了以后 他们那些农民的 那种感动 这种激动 有的还掉泪 就是从来一生 没有人去给他们唱歌 杨里沙子送啊娘 送酒送娘 伴娘伴娘 有话要说 欢迎回来 今晚的嘉宾叶聪 是个原籍上海的 美国华裔 在新加坡华乐团 耕耘了十多年 也在美国South Bend 南湾西洋交响乐团 工作了二十多年 目前他是新加坡永久居民 叶老师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地球的游牧人 从中国到美国南湾 到南洋新加坡 不断的迁移跋涉 到任何地方呢 都接受挑战 扎跟争取成功 背后是值得 我们学习的精神 有话要说 我们继续了解 是 那我们听过叶聪总监呢 弹出非常出色的 这个钢琴哦 哎 是不是每个指挥都要能弹琴呢 应该说大部分指挥都会弹琴 而且弹得蛮好 为什么呢 钢琴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他十个手指一下去 他有很多的声音同时发声 那就对你的多声听觉 起了很好的训练 这些照片嘛 那时候的你几岁啊 大概五六岁这样 五六岁啊 想起那个时候真是很温馨 因为我觉得 我自所以学音乐 我欠我妈妈很多 她是一个歌唱老师 我的一个特点就是 能够让乐器都来歌唱 那么这个是我跟我妈妈分不开的 但是我爸爸我也亏欠他很多 他是搞商的 他就一直叫我 要算 要major priority 第二第三第几方案 那么这又帮助了我 就做音乐总监 如何来管理乐团的能力 所以小时候 五岁就开始学钢琴了 那为什么 你没有成为一个钢琴家 当然我当时要成为一个钢琴家 但是呢 我没有这个条件 为什么呢 到1966年 中国就爆发了一个叫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当中呢 所有的西方的作品 贝多芬也好 肖邦也好 Rachmaninov 都被宣布为封建主义 资产阶级 糟粕 不可以谈了 所以呢 我们在十年当中 只能谈Revolutionary March 所以呢 我们十年不练那些乐器 就失去了去比赛 一举成名的机会 在那个文革的时期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看 你这些照片 那时候 你真的就完全不弹吗 当然不是 所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经常会躲在家里 弹肖邦的一个曲子 还有练习曲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曲子 肖邦的续世曲 就是大家在这个开头的时候 听到这首曲子 但是当时我一个人弹 也弹不好 怎么办呢 我要去找教授 但是教授 但是很怕了 给你上课 然后在他家里练琴的时候 Soft pedal 你弹过钢琴的时候 有个Soft pedal 中间的那个 踩下去 是很安静的 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 我还是坚持学那个肖邦 为什么那么执着 因为这个音乐 是在我心里的音乐 你再有政治运动来反对它 我心里一直是爱它的 真的是冒着一个危险 还是要练那种 对了 那个时候危险是很巨大的 经常会爬 不明不白的一批人 冲到你家里来 就宣布你为叛国分子 对 我们家里就 1966年8月份 有一次我回到家 突然发觉我 全家灯火通明 结果看到有20几个红卫兵 在里头抄家 就翻箱到柜的 然后我把我爸爸关在一间房间里 我妈妈关在另外一个房间里 叫他们一定要招供 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是不是苏联克格国特务 其实他们都不是 所以我们也知道 你也被派到某个地方去 对不对 下乡 下乡 对了 1972年 当时我作为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 派到安徽 当时安徽首府叫合肥 两个胖子结婚 这个笑话出来了 我终于等这个笑话出来了 再说一次 他那个安徽的首府合肥 是诉称两个胖子结婚之处 因为合肥 对了 那么我到那边 我去以为是教钢琴了 结果他说 你这个上海少爷 刚刚从那边来教书 你应该到农村去锻炼 在那边 我就是跟农民一样 每天四五点钟起来 劳动 然后呢 哪有 现在叫这个自来水 没有的 我每天要到井里去打水 哎呦 我出境阳相了 因为我这个打水很难打 你们两个肯定打不起来 很深的 首先是打不起来 然后两桶水从那边挑到家里 只剩小半桶 所以呢 那边的确是一段 是非常值得回忆的时间 但是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呢 倒是一点是不后悔 怎么说 就是通过那段时间 我就知道了 就是世界上 有这样种的生活 而且地球上有很多人 在那个 那样的环境当中 生活了几千年了 他们他们从来不叫哭 也从来不叫哭 对 所以呢 我当时就看到他们这种生活 没有电视的 连电都没有 radio也没有 很淳朴的 所以我 当时我想我可以给他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娱乐 所以我就当时给他 就 我知道什么歌就唱给他们 其实我的喉咙是不灵的 那我们一定要听一下啦 所以我用方言来唱 你们要听吗 要 好 做成起来 楼啊 水多娘 喝喝喝喝 顶着地楼啊 水冷莫妙 安女儿子 情啊娘 七得七得 蹦啊娘 安女儿 沙子松啊娘 松酒松娘 蹦犹蹦娘 刚得咯咯咯 仰留 耶 子 情啊娘 好棒 你看这个音乐真的很有感染力 你一开始唱我们就要跳舞了 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唱了以后 他们那些农民的那种感动 这种激动有的还掉泪 就是从来一生没有人去给他们唱歌 没有人去看他们走乐 一直默默无闻在耕种耕田 跟malaria打交道 我觉得他们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你说对吗 这真的就是音乐的力量 对 那老师经历了这个下乡的这段日子 后来又如何回到艺术界 从事你的专业呢 对 那么1976年以后 文化革命没有了 结束了 那么邓小平掌握政府以后 就开始改革开放 所以我就有机会来到了 一个非常出名的团体 叫中国东方歌舞台 在北京工作 那么也正是因为东方歌舞台 这么一个机缘 我居然第一次来到新加坡 东方歌舞台当时建立的宗旨 就是出国表演 所以那个1979年的表演 先从Bangkok 清迈到新加坡 到Hong Kong 到Macao 使我大开眼界 手上的一些照片嘛 对了 1979年的时候嘛 对不对 对了 这是这张照片是我家里 但是呢充满了 我从新加坡香港 带回来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上面一个录音机 对 比方说旁边一个 Hifi的一个喇叭箱 嗯 嗯 嗯 那么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 虽然东方歌舞台 对我恩重如山 但是我觉得我人生 要走出一个很大的步 我觉得我应该要 对音乐事业 对人类要有更大的贡献 那么我就决定 我要离开中国 要去学习 所以呢我就 然后同时 我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 就是说 我觉得钢琴 已经不够我弹了 虽然这个有很多 我要弹的是一个大的乐队 来表现我的心声 那么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我在温习的时候 这么一个情景 81年第一次 作为一个很少的华人 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当时三无 第一个是无钱 没有钱 第二是No English 第二是No Friend No Relative 三无就闯到了纽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影画屏上面 有的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都是在一个Colorado州的 一个叫Aspen的旅游圣地 拍的 新加坡人一定会很喜欢去 那个地方很凉快 高山气候 Aspen 它的地方有一个 这个夏令 银九个礼拜的长度 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乐团的表演 那么我在里头呢 是学指挥的 那个是我的指挥老师 叫Murray Sutherland 是我另外一个恩人 在这个Aspen Music Festival 我的表演 给人家心叹看中 纽约来的经理人 趴一下看中我这个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 一个华人小子 所以之后也参加了比赛 然后就正式成为指挥老师 当时呢 美国有一个打赛 那个时候他怎么呢 一百多个人 在比赛 然后一百多人 挑到三十几个人 三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挑到四个人 四个人当时就挑一个人 那个就是你 他说 你就被挑选为 我们今年的这个获奖者 我当时 闷掉了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 我会获奖 然后他就说 Do you accept? Of course 你是不是接受 所以这样我就 一举就是进入了 专业的社会 就是冲入了这个 主流社会 当时呢 他那个获奖的这个 不是一笔奖金 而是三年的约 与美国的十大交响乐团 之一的Sing Loose 交响乐团 就好像这是我们在 这个尹冠屏上面看到 对了 叶老师 2002年 从美国南湾 到新加坡南洋 你又想做 什么样的一个改革呢? 在新加坡华乐团 我们指挥的是 完全不同的曲目 对 第二个 这个乐器也不同 我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 要向前看 要向前发展 所以呢 我们就违约 很多的新作品 把这个华乐呢 从社会这个角落 要推到 社会的当中去 让大家都来欣赏 对 所以当时的华乐界里 就有人对你的改革 那就相当的排斥 甚至批评你 把这个华乐 搞得不轮不累 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批评啊 你有什么话要说呢? 其实我这个东西呢 他们不说 我早就心里准备的 因为你要做一样事情呢 一定是有人反对的 这样一个东西 如何把它改革的好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要兼顾两面 第一个呢 华乐的特色不能丢 所以我在飞驴飞马呢 我们华乐的特色东西 一定有的 但是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特色 所以我就搞了刚才讲的 南洋特色 有新加坡的 我们还有一个曲子 是描写红毛蛋的 还有Mango的曲子 什么都有 虽然我们开始是 是很困难的 开始 我记得 我们原来观众是蛮老的 然后有一些 阿公阿婆有一段就没有来 但是呢 我们做了绝世那个以后呢 我们来了一批很年轻的 像你们这样年轻的 或者比你们更年轻的 然后呢 再过一段时间呢 阿公阿婆忍不住 又回来了 他们发现 他们要听东西 我们还是有 我们新的东西 还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们是兼须并收 全部有 熟悉新鲜都有 对了 所以呢 逐渐逐渐 我们就度过了那个难关 叶松老师不但是一个 指挥大师 更是让我们 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里 看到了一个 懂得管理 懂算盘的艺术家 如何不断地在创新 开拓新格局 我父亲去世以后 我妈妈决定搬家 她left everything behind 任我很震惊 我都做不到 陆江啊 你工作这么忙哦 最长时间多久 没有见到妈妈 还记得啊 很多年前啊 当我去恒店那边拍古装 最长的时间 应该是一个半月 没有见过了 所以一个半月之后 你就不能再忍了 你就要回去看妈妈了 对不对 说得没错 这样你呢 我啊 我刚称孩子嘛 所以我就可以体会 那种母子之间的情感 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 特别现在吧 对 所以我觉得家人 对老师来说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我记得我1981年去了以后 到1985年 五年当中没有见到妈妈 就是因为种种的情况 因为当时是作为一个外国学生 旅行很困难的 也很贵的 另外一个 中中美还没见交 所以种种的情况 割合 所以五年没有见她 叶老师的妈妈呢 是在上海 老婆就在美国南湾 三个子女的 吩咐美国 德国 然后自己也经常不在家 就不知道你到底啊 如何维系啊 自己的家庭呢 其实我很多的指挥同行啊 为了这个 就是营造一个世界范围的 一个指挥事业 把世界作为舞台 结果呢 弄到后来 不是离婚 就是怎么样 等等等等情况 但是我很早 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觉得我可以 是否想法做到 又要有事业 又要有世界舞台 但是也要有一个 美满的家庭 因为我觉得 这个家庭 对于我艺术创造 是蛮重要的 因为 你比方说 艺术上 一个很大的主题是 Love and the death 所以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love 所以家庭里头 归后很大的love 所以呢 我这个对家庭 那么我这么多年呢 可以说 我艺术上有很多的 这个创造 跟我的弦内主 秀兰分不开 对了 那老师在2013年 货班新加坡文化奖的时候 就特别感谢了太太 秀兰 我手上呢 就有你结婚时候的照片 对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了 这个就是在 New York Chinatown 那边 这个就是 林光堂的 那个教堂里的 结婚照 结婚以后 她真的为你付出了很多 对了 她就跟我结婚以后 她就辞退了 她的工作以后 变成全职的这个太太 母亲讲 管理 所以家里的事情 她是一把抓 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 而且都茁壮成长 而且呢 在我事业当中 她也经常会出一些主意的 因为我当时是个亚洲人 是个华人 对美国文化了解的不多 尤其是pop swing country music pop song mortang whatever 他对这种很了解 他是美国长大的 一个香港人 你那是怎么认识的 我当时刚到美国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就是说三无嘛 其中一无是没有钱 所以我当时就住在一个 一个一个歌唱者的家里头 那么我的房租怎么付呢 我每个礼拜 跟她弹伴奏 那么这个歌唱家呢 也在这个刚才 那个教堂里头 做教堂的 这个合唱团的指挥 那么有一天呢 她就说 你到我们教堂 来跟我弹谈伴奏 我就去了 我在这个教堂的合唱团里 就一眼看中了 我前面的这位女士 好像电影情节 她的眼睛也传过来 慢慢传情 然后我们第一次 Date 你在哪里 Radio City Rockets 我记得那个票 其实现在看起来 不是大概二三十块 我当时很贵了 忍痛 咬着牙买下来 但是我记得在休息的时候 因为她要买吃的喝的了 哎呦 我太太当时很懂了 她要的是最便宜的 因为她知道我不能去 我当时觉得她很好 所以就这样一个举动 你就看准她 会是个好太太了 对了 然后我们83年结的婚 然后84年跟我一起 移到St. Louis 然后从St. Louis 又移到南湾 然后到南湾 我们就没有班 但是我是世界各地的旅行 我们来看一下你手上 我手上的这些照片 你认为 你觉得给了孩子们一些什么呢 你会希望他们走你的道路 我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学音乐 因为学音乐很苦的 很苦的 而且呢 学音乐 尤其孩子跟父亲学一样东西 不可避免就要比较 谁更好 但是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愿 那么我们都满足他们的意愿 那么他们都活得很开心 嗯 那今年六月啊 你就公布了 从美国南湾乐团退休的消息嘛 你也提出了呢 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呢 跟家人相处 特别呢 是要多陪伴 目前仍然居住在上海的母亲啊 对 你妈妈今年呢 九十岁 对 还在添加上这个升月 对了 哇哦 她每天有三个学生哦 她每天七点 七点多起床 九点就开课 然后呢 她特别好的是一点的 我跟她学到一点的 她是特别会调整她的心灵 因为她 我刚才告诉过你 她在文革当中 吃到很多的苦 甚至给关到一个地方去 一年不可以出来 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一些经历 然后呢 文革以后 她又照过我父亲十年 我父亲是 Parkinson's disease 全身不能动 然后呢 她我父亲去世以后 她可以丢掉这些包袱 轻装上阵 她的朗朗的笑声 而且她在跟文革以前 跟她并不好的关系的人 又变成朋友 这些都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 所以她对生活的一个追求 她的开放的性格 这个也是她能够活到 这么大年龄 而且身体现在还是很好 对 有一个放下最好的故事 就是说 我父亲去世以后 我妈妈决定搬家 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但是跟其他很多老太太 不同的是 她搬家一样东西都不要带 全部left behind Seriously 对 认我很震惊 我都做不到 她left everything behind 对了 对了 她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去 然后她开始了一个新生活 后来我突然发觉她是对的 她把过去忘掉 然后开始一个新生活 她的确活得很开心 其实近年来了 新加坡有一个蛮热门的话题 就是外来人才 那您对外来人才的看法又怎么样了 我觉得对新加坡人来说 讨论这个问题是情有可原 可以理解 外来人才来了以后 还有外来不是太有才的也有 也不可能你怎么知道 每个人都是财对不对 那么来了这么些人口 肯定对新加坡援助人口 有一定的压力 对呀 那么简单的压力就是说 坐车吃饭等等 那么更加的压力就是 每个工作的这个比赛更加剧烈 我在美国住三十年的 我亲眼就是目睹 如何在美国跌落 低谷以后 这个新的这个来的人 他一些钱 他的energy 又把那个国家推上去 我觉得这个新加坡 也应该是如此的 所以我看这个是双方的问题 第一个 我觉得如果我作为新加坡人的话 我大家先要放宽 因为从国家的百年大计 如果外来没有人才的话 这个移民的国家不能继续的 因为我们原来的也是从外来 全部都是外来人才 但是从外来人才里来呢 很多人我觉得要注意 要sensitive sensitive什么呢 要敏感对本地的一个原有的文化 原有的人文 不要takeover 不要 你要学习本来的文化 人文 你要加入其中 那么这个两方有这么一个合作 我看新加坡一定会繁荣 那老师其实以你的身份啊 你的工作啊 你也在人才培育方面是 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你在新加坡这边 以这个外来人才 跟本地人才方面怎么样做一个平衡呢 其实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自我接手新加坡华乐团以来 我一直在致力 在培养本地的人才 所以呢 我就在很多年前 我经过董事会支持 创立了新加坡青年华乐团 大概有一百位这么青年乐手 让他们燃起音乐的火种 希望将来有几个人可以来取代我们 同时呢 我也培养本地的这个指挥 那事业有成呢 不退休的叶老师呢 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呢 他们都没想到一个华乐的乐器 他们以为是一般吹咚咚腔 小调的居然能够做雄伟的 很大气的这么一个东西 有话要说 让你轻松品贵精彩人物的睿智人生 今天的嘉宾叶聪老师 是第一个身兼中西乐团音乐总监的人 他的精彩的人生 乐章高潮起伏 一再翻越高峰 当年叶老师在2002年初 到新加坡华乐团的第一年 那你就策划了马可波罗 和布鲁汉公主的这个交响史诗 可以说是华乐团的这个转列点 我们一起先来看看 这个精彩的片段 好 其实我跟你讲 单单只是开着小小的片段 我马上就鸡皮疙瘩了 我也是 每次那个罗这样子敲下去 我整个人就振奋起来了 对 我现在听到 我自己也有眼力快掉下来了 而且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曲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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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对 变成成一个很宏伟的交响大歌唱 而且作曲家把马拉第二交响乐的 一些一些概念 对 上去就形成这么一个宏伟的场面 但是我觉得华乐要走出这个门户的话 一定要有个大作品 那么所以我弄了这个大作品 令人眼睛跌破很多 他没想到华乐可以出来这么一种 大的一个气魄 那回看过去 老师要在新加坡华乐团取得什么成绩呢 我想我们这个新加坡华乐团 如果站上国际舞台 第一是要有自己的声音 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光光去演奏他的贝多芬 或者其他的中国的那个刘文精 是要的 但是所以呢 我一直在发展我们自己的曲目 就是南洋曲目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艺术质量一定要上去 你再演南洋曲目 北洋曲目 东洋曲目 你质量不好不行 所以质量是 所以我一直在创造 塑造我们新加坡华乐团的一个特殊的声音 你本身也把整个华乐团呢 也往那个爵士音乐那边发展 对不对 看这个片段 好 先来看一下 就是看还可以听 是吗 好 来 这是一首很顺名的曲子吗 Raxley in Blue yes by美国作曲家 Gershwin 那么当时呢 我就这个整台音乐会 都全部是Gershwin的 那么这位Leon Bay 他是弹Gershwin最出名的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Porgie Bass 就是Gershwin写过一个Musical 叫Porgie Bass 两个一个女的一个男主角 就是一些很有特点的歌曲 我请了两位 这个African American 跟美国的黑人的歌唱家来唱 所以整台这个就是Gershwin 所以我们在那个 在Explanet演得非常成功 这也是我们中西接轨的一个表现 那叶老师已经决定 从这个美国南湾乐团退休了 那你打算到位于新加坡乐团呢 寻找开拓的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呢 就是说我们要走出这个乐团的音乐厅 到那个community center 到各个地方去送上门去演出 这个是第一 在国内还要深入 也不能观光陷入音乐殿堂 第二个要走出国门 因为新加坡是小的岛国 你全部锁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出路的 工业是这样 那么音乐也是如此 但是今后我觉得 我们还要计划去像Berlin 像Paris 像New York这个地方 那么还要比较相对近的 像那个Soul 像Tokyo这样 要走出国门 第三个就是说 一个是深入下去 一个是走出去 第三是要升华上去 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的南洋曲目的 的确是比原来好 但是我觉得还要上到一个层次更加高 就是这些乐曲除了有我们东南亚的特色以外 在作曲的技法上 也要让人家承认 巴黎的有约的这些人承认 那么这个是需要很多年的努力 所以这个是我的三个目标 一个是深入下去 一个是走出去 第三个是升华上去 哇 华业团有的忙了 好 您在美国的这个事业呢 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们的节目呢 也要接近尾声了 真的 对 要跟你告别了 老师 应该不习惯做那么久吧 你都站着指挥的 对 我这个是罚站的行业 OK 那最后呢 想要请问一下 耶老师 您在1979年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决定在80年代初 离开了中国 对 那一新呢 就为了寻找像新加坡 香港那样的发展空间 对 那几十年走遍了世界 你如今找到了答案了吗 应该找到答案了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地方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在新加坡呢 我可以把我的正能量充分地发挥出来 而且比我想象当中更多 那当然今天也是要请叶老师 在跟我们告别之前 和我们分享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 好 我看我人生的座右铭就是 在有限的人生当中 做出无限的事业 那么你就一生去努力 放胆去做 对了 那么第一呢 我想是就是说 你要迎接挑战 第二个呢 你要用心去做 对不对 第三呢 用不放弃 真的 今天像叶老师学了好多好多 很有灵感 哇 真的谢谢叶老师 谢谢您 在有限中 创造无限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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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次来上 有话要说的节目呢 真让我有如目春风之感 为什么呢 你们两位主持人呢 用侃侃而谈 谈家常的这么一个办法 把我引入主题 那我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到 是上节目 也没有感觉有camera 那么我们谈的话题呢 非常大 但是呢 居然是有深入的 还有高的 还有广度 那么非常非常高兴 谢谢你们